原标题 加纳奖最佳编剧幸福的拉扎罗 将上线探讨人性的现代式预言 加纳奖最佳编剧幸福的拉扎罗 将上线探讨人性的现代式预言 曾获加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年度口碑爆款电影幸福的拉扎罗 即将独家上线爱奇艺电影 在片位列斗版2018年评分最高的欧洲电影《照一》 其独特的剧本极男主角的演技 获得了海内外媒体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也曾引发了诸多影评人及观众关于人性的探讨电影 讲述了内心单纯的年轻农民拉扎罗 在与年轻贵族唐克雷离乡时候 使原本平静且周而复始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该电影将在1月13日 全网独家上线爱奇艺电影 届时 电影爱好者可依蓝口碑神作的风采加纳获奖口碑炸裂 幸福的拉扎罗 即将拉开神秘面纱被选幸福的拉扎罗即将上线 一版桃花源几年度最佳色电影评价 它是真正的年度好片 24楼电影 更称它是欧洲艺术电影的又一里程碑 国外烂番茄网对幸福的拉扎罗评价 是90%的新鲜度国内苛刻的豆瓣网友将它选来 评分最高的外国电影超5和评价最高的欧洲电影超1 幸福的拉扎罗在豆瓣评分为8.7分 可以说是典型的F型好片 妥妥的口碑佳作 1月13日这部魔幻预言色彩的电影将在爱奇艺电影文艺院线全网独播与大家见面 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大利封建社会主人公拉扎罗 是个纯粹善良的年轻人 许多村民是他为傻子他和侯爵夫人的儿子成了好朋友 两人在这个被遗忘的田园世界找到了快乐和善良 但四周依然充满了欺骗和谎言 当拉扎罗不自一人进入大都市时 他的纯真与善良却开启了自己悲剧的命运有话风预告片曝光 胶片电影打造迷失的世界 备选16毫米胶片拍摄预告片前瞻 一时桃源下的奇特剥削链这部电影选择16毫米的胶片 拍摄搭配意大利的乡村美景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意大利的油画中 山间的光影与城市中的喧嚣搭配胶片的质感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神秘气息预告片种 侯爵夫人对于人类动物的神仙理论 加深论弥漫在庄园中的殖民气息强者剥削弱者 弱者剥削更弱者 更凸显了拉扎罗作为食物链最底层的悲剧命运 饰演拉扎罗的青年演员阿德里亚诺塔尔迪奥罗 气质独特眼神温柔 一闪而过的具有宗教意义镜头 更加深了拉扎罗身上的神性 难怪无数电影人会将他称为小天使电影中的拉扎罗 因为善良被村民们视为傻瓜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交到了侯爵少爷这个好友 最后同样是因为善良 他造就了自己的悲剧 命运不及让镜头外的观众思考好人真的有好报吗 电影名字叫做幸福的拉扎罗结合主人公的命运 这部魔幻题材电影的预言意味不言而喻 奇葩说 变首雄号作为稳骗的幸福推荐人 也在微博发出了好人会有好报吗 的观后沉思引发用户的热烈讨论 爱奇艺电影大地影城开展首映活动 文艺院线同期全网独播被选幸福的拉扎罗重霸上线 爱奇艺大地影院开展线下首映活动幸福的拉扎罗 虽然来过重要大奖好评如潮 但国内在大银幕上看到的机会 却不多在1月12日1月13日两天